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15号2021年 我本来是想要明天做视频的 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讲是比较大的 就是美国国税局开始颁发Advanced Child Tax Credit的钱 Advanced Child Tax Credit实际上它就是从每年报税 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 它会有儿童税务补助 但是今年的话比较特别 就是拜登政府为了算是拯救美国的家庭 他把这一个原本是报税的时候才可以去claim 才可以去领的这个退税补助呢 是提前颁发给美国有孩子的这个家庭 这样的话就是尽量能帮助他们能度过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时光吧 那具体它有什么要求 因为我在这个家长群里面有看到有些人拿的金额不一样 有些人拿了就是拿了Max 那有些人是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那甚至还有些人就是拿了一点点 那为什么呢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那今天我就来讲一下这个Advanced Child Tax Payment的规定 而且就是这个payment不是今天一天而已 接下来的六个月每个月都会发放一次 那发放的时间是几号呢 我这边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 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我们的今天的话题 那今天话题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 国际惯例免责声明来一波666 好 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powerpoint给关掉了 因为接下来就是对着IIS的网站 大家一边看一边去了解 OK 这个就是IIS的官方网站 关于这个Advanced Child Tax Credit Payment的网页 那当然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点点阅看一下 里面还有中文就是中文翻译的部分 对那因为我是习惯看就是英文了 所以我们先不看中文 包括还比较好笑 这一块manage payment它居然没有翻译成功 其他的都有翻译 这个是没有翻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谷歌翻译不了还是怎么样 我们回到我们回到原本的那个英文版本 先讲一下就是符合拿这个child tax credit 的人选他有一定的要求 那首先当然肯定是所谓的child tax credit 那你肯定是要一定要为小孩子 对不对 他的要求是qualifying child 所谓的qualifying child 就是18岁以下 18岁以下在end of 2021年 年底2021年年底之前你是under 18岁 并且你一定要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就首先这个qualifying child就符合要求了 其次呢你是要有报2019年或者是2020年的税表 而且他这边还多加了一个要求 就是claimed the child tax credit under return 也就等于说你2019年和2020年都有申报过这个 都有去申报过这个child tax credit 因为我刚才在视频的开头我已经讲了 这个child tax credit正常操作 过往啊 过往操作 它是每年报税的时候去claim 但是今年是比较特殊了 好 第二个要求就是说 在去年pandemic的时候呢 国税局不是有发放了一些补助金 这些补助金的 你如果有给出自己的一些信息 并且收到补助金 符合拿到补助金的人的话 国税局其实他已经用你的这个资料了 已经在这个他的系统里面的 那这边还有再多一个要求 就是你的明宏在是在united states 然后而且你是要 我这里的我理解啊 就是说你的明宏是在united states 并且还是more than half year 也就等于说你至少要 在美国居住 或者是在美国 怎么讲呢 就是你的主要的住家 是在美国超过百年以上 因为这一点是比较考虑到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 我在美国 就是doin the pandemic 我回国了 然后呢 我在美国没有一个地址 他这不属于我的明宏 然后我在美国以外 那我是不是qualify这一条 那从字面上面来讲的话 有可能有可能我不qualify 因为首先我回国了 我的明宏有可能在税表上面 其实是可以有机可寻的 我在这边不多讲 就是如果你报了税表 就是税表里面 报了有封表叫做form 2555 就是海外收入申报 另外就是你的这个报税的地址 并没有放到美国的地址 有可能放到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地址的话 那有可能是不符合这一条的 那当然具体讲细的 目前国税局没有给出任何的 instruction 所以他所谓的这个定义 明宏的定义 包括more than half year的定义 还是比较模糊的 我只不过从字眼上面去解释 是我的理解了 OK首先讲这是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 至少在美国有居住超过百年以上 OK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最后一条就是说 他是有一个income limitation的 不是说你今天非常有钱的人 百万富翁 或者像比如说收入比较高的族群 他们也可以拿到这些补助 并不是他是有income limitation的 那等一下我在我自己做的一个excel上面 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income limitation的要求 然后这个网站还是其实挺重要的 如果说这几条你看不懂 你会觉得说 我有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明宏的问题 有可能符合有可能不符合 那没关系 底下呢 他会有一个function叫做check your eligibility 这里呢 你点进去 他可以根据你的情况 他会电脑会帮你判断 你只要把东西输进去就可以 OK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点进去management你的payment 因为有可能你的bank account换了 好比你之前是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 那现在你卡到chase 那你可以去更新你的bank information 那你8月份的这个收入 不是8月份收入 是8月份的这个payment呢 就会存到你新的银行账户 并不是你旧的 OK 好 我这里 这个IRS的网页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了 因为我也不是给IRS工作的 我也不用特别推销他们的website 只不过给大家推荐一下 真的是比较方便 尤其是近几年 对于国税局的website是更新的 我是觉得越来越好了 当然虽然更新速度比较慢 他们也是非常尽力的去更新 有些回答问题 如果是对于税法 或者是对于税这个方面 有一点概念 稍微有点概念的人 自己可以去在国税局的website里面 可以找到答案 这个是前几年我看不到的 这几年是进步非常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xcel 这个Excel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根据它的一些要求 我截取了比较重要的信息 然后给大家一个直接了当的解释 首先是我们讲一下payment day好了 这个payment day的话 接下来今天是7月15号 那接下来8月13 9月15 10月15 11 15 12 15 都会发放这个advance child tax credit 然后发放了 我这边忘了 我应该再加一个是50% of CTC 总共的child tax credit 是 我们先讲 如果你符合拿到maximum 全额拿到的话 你们家里面有一个小孩 如果是低于5岁 那是最多是可以拿到3600 那6到17岁的话是3000 那这边的advance就提前预计给你的 它是拿50%的maximum total 也就等于说你是可以拿到3600 的话你这6个月加起来 300 300 300 每个月拿6个月 也就是1800 那剩下1800呢 是在tax return上面 去 再去帮你做抵扣 如果你不用交税的话 这个1800到时候还会拿到手 等你报完税之后 好 这个是payment date 包括 为什么是300 或者是250 是因为就是50%的原因 好 我这边 就不再多解释了 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较简单明了的 那 我这里是用marry file joining 也就等于说是夫妻合报 夫妻联合报税的AGI 作为例子 那夫妻联合报税 它有AGI limit 什么是AGI呢 就是调整后的收入 在这个数字是在哪里涨呢 是在报税单里1040line11行 如果有报完税 或者家里有税表copy的 可以回去看一下 你们的1040表的line11 就是这个AGI的数字 那你夫妻合报的AGI数字 如果没有超过40万 你是可以先拿到2000 OK 它只有分两个tier 一个是2000的tier 和另外一个叫做extra 1000或1600 为什么是1000和1600呢 就是因为这个年龄关系 五岁以下的拿1600 五岁以上的拿1000 好 那这里我先来讲一下 如果你首先第一个判定 就是说 如果你收入是低于这两个数字 也就等于说是你是假设你是10万 没有超过15万 那你的maximum真的是可以拿到3600 或者是3000 那如果说你的收入是超过了15万 或者是没有超过40万的话 你可以有可能拿到一些partial 一些部分的1000或1600 不能全顿拿 有可能拿到部分 之后我会讲这个phaseout的计算 OK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phaseout 就是逐渐递减减减少直到没有 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计算方法的 它计算方法上面 这句话也是从国税局上面 它的要求里面抄袭过来的 就是收入每增加1000块 然后你所拿的补助就是少50 那假设说我今天是5岁以下的小孩子 我的15万这个extra的1600 我要收入增加到多少呢 才可以 才不能拿 才可以不能拿 感觉有点拗口 那就是1600除以50 也就等于说会被减 收入一直增加 会被减免32次 乘以 不是乘以 不是储位 打错了 乘以1000 也就等于说是32000 所以换句话讲说 收入超过15万 达到18万2000的情况下 这个1600就完全被飞灶 而且你的小孩子是 5岁以下的 那如果今天假设是 这边是age 5 less 我把 假设是你的小孩子 是6到17岁 他的face sale的amount会更低 因为他是只拿1000块 所以1000块除以50是24 再乘以1000 也就是2万 加上15万 也就等于是17万 好 17万 这个1000或1600 这个1000块就没有了 如果是小于5岁的 那就是1600 也就等于说15万的收入超过到18万2 也就等于说这个钱补助完全没有了 那40万是同样的道理 也就等于说是2000的补助除以50 有44可以递减 然后乘以是乘以1000 也就等于说4万加上40万 也就等于说是44万 收入超过44万以后就完全没有了 那我们来double check一下 这个计算到底对不对 另外我再讲一下 我再讲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的收入是低于15万 那你是能可以拿到maximum full amount 但是你拿到maximum full amount的情况下呢 你他这一次从7月份 就从今天开始 八九十十一十二半年付的这个child tax credit 是total的一半啊 这个要记住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不要说 为什么我看了你的视频之后 我算出来 我拿到的钱 我不是3600啊 你不是说3600吗 并不是啊 这是50%of the child tax total child tax credit 那如果你是没有phase out的情况下 没有被逐渐递减的情况下呢 你的maximum可以拿到3000或3600 但是他的50%是提前给你 剩下的一部分会在你的tax return上面去抵 那我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就是这个网站 等一下这个网页呢 我会把它贴在我的视频下面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击 可以去算 他已经把公式已经写在里面了 就没有像我这么这么古早味 就是 还有还用计算机手动算 第一步就是按照你的filing status 然后第二步就是说 你的五岁以下小孩有几个 我们假设是有只有一个 计算比较简单嘛 然后你有 有没有六到十七岁的 我假设说我没有 我只有一个就是五岁以下的小孩子 那我今天收入是十万块钱 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每个月从七月到十二月开始 你每个月可以领三百 然后在你的最后tax return上面 还可以再有1800 那这个答案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 就是我刚才Excel上面写的 虽然我讲的有点不太可能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换个数字来 来做一些double check 因为我算这个东西 我比较喜欢check figure 就是可以来回可以对应的上的 那我们刚才也是回到这个页面 然后是有一个五岁 然后呢 我的收入是40万 记得啊 如果没有六到十七岁一定要写零啊 这个一定要写个数字 这个一定要写个数字 你还是可以拿到这个两千块 每个月是拿到一百六十七 也就等于说是一百六十七乘以六 一一千零二 主要原因是rounding 这个就是四十五路导致的 那你在你的税表上面 还是可以有一千块钱的 那个child tax credit 也就等于说 total加起来两千 OK 对也就是我excel上面这个数字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44万 是不是我excel上面写的 我刚刚讲了 44万似乎完全被歪报 就是一点 嗯 tax credit都拿不到了 然后答案是不是正确 看到没有 都是zero 那如果今天 点到这里 如果今天我是十八万二 我的收入 理论上我这个十五万的extra 一千六或者一千 我是拿不到的 我们来试试看 是不是这个样子 十八万二 这个答案就是跟你四十万一样 因为什么 因为十五万的部分已经被完全飞灶 就拿不到 拿不到这一块部分 你只能拿到这一块 所以我刚才做的这个公司 这个excel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 没有错 完全手动啊 手动版 但不过 嗯 一般来讲的话 有现在有非常好的tour 大家可以去这个website 然后呢 去算 是可以算 马上可以算得出来 不需要像我这么纠结 我只不过这个想要给大家知道一下 他们这个face out 包括这个income limited的原理 这个计算 为什么每个月是会发放300或者是250 它的原理在哪里 那我最后在这个视频的结束之前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under五岁 一个是六到十七岁之间的 他应该在 而且属于就是说可以拿到maximum的这个tax credit的话 他今天应该是银行账户上面是会多出来五百五 就是按照这样的case 如果数字金额有减少 那证明你2020或者是2019年的报税 你的AGI肯定是有某一个数字就是被face out 所以才会拿到比这个金额比较少 OK 好 那计算的部分也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 就是advanced child test credit 那数字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face out 那他有什么固定的要求 然后还有两个website之后 我会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那如果实在是看不懂 也不会算 那怎么做呢 请联系自己的会计师 相信他们应该会知道这样的计算方法 或者是这样的结果 原因是什么的 因为连我这么笨的人都figure out 这个件事情是发生什么 是怎么一回事了 那外面的会计师都会都是比我厉害的 应该他们理论上应该他也知道是怎么算 那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就考虑打给另外一个会计师吧 好 那只是开玩笑 那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边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记得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然后小铃铛打开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 那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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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